- 杨老师啊你太愚蠢了 你当年怎么不搞几张张罕钢的话呢 今天你如果搞的话 我不拿去拍卖 你都不用做别的事了 不用这么惨 我说这证明我的确没有眼光 其实连张亚钢都没想到 他的画能够这么短是人生殖 当时中国所有搞当代艺术的人 没有几个有眼光 当然我不是云南人 不是成都人 没有跟张亚钢更密切的关系 否则敲了一档张也不是没可能的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画廊的分级跟市场是有关系的 而且呢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家 著名的社会学家 对这个现场已经做了非常精彩的解释 就法国的布丁尔 他把这一类交换叫象征性交换 象征性交换的含义什么意思呢 就是名声可以获利 越大的名声越能够获利 而名声靠什么 靠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当代艺术就是传播的艺术 不是传播出去的艺术 不是传播本身的艺术 而是要靠传播 才能达置他的绝佳效果的艺术 当然当时要包括艺术品的本质 这是顶级画廊 好我们讲普通商业画廊 普通商业画廊不靠名声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限 就说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画家 你画你的艺术品 而能够在画廊销售 在美国我的很多同学其实很成功 在商业画廊 但是我给大家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个地区的商业画廊 比如说以北美为例 我说的是西海岸 西海岸的区域和多海岸不太一样 以西海岸这个区域为主要范围的商业画廊 他们的销售的商业画面对的所谓中产阶级 从这个1500美金到15000美金上下 严格来讲 这种画的风格是高度一致 是不需要任何个人特色 而且我们有很多同学来到北美 他们也在中国学了绘画 有了很好的显示技巧 但是几乎无一例外 但他们要在北美 要能够成功地打进商业画廊 仍然要脱胎换骨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要摸画廊的区域 画廊的这些商业优化 是有一套标准画法 有一套 那意思就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一定符合这个标准 而很多人为什么画不了 我们有很多朋友画画的 在这里他们的梦想就进入商业画廊 比方说顶级画廊 为什么进不去? 因为他们的画法不符合商业画廊的眼睛 他们从来不去琢磨画廊的要求是谁 而我那些成功地在商业画廊销售他们绘画作品的人 他们是经过很多年的琢磨 很多年的训练 然后在画法上 在题材上 在色彩上 能够达到商业画廊的需求 所以商业画廊销售的艺术品的一个基本特点 它既然不靠名声 那么他们其实销售的作品的风格的样貌是比较一致 某种意义上你是分不出什么人画还是什么人画 你分不出来 因为你符合的标准你就不能销售 反过来 由于这种商业画廊的特点 它针对的受众 刚刚说过了 他们也不需要懂得真正的懂得樊高 真正的懂得安迪沃霍 真正的懂得什么什么什么纽约投鸦派 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不必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审美观 就跑不掉 就无论是解释还是抽象都是这样 对 而绝大部分普通人的审美观 我说的刻薄一点也不是刻薄一点 说的客观一点 基本上他们的眼光就是范冰冰的眼光 一看到范冰冰的美女照太好了 所以他们买了其实某种意义上 跟范冰冰的这种这一类美女照差不多的这种 不过呢 如果我再讲下去的话 还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以为美女裸体化就好笑 因为那些 守旧的中产阶级来买画补币的时候 一个老公他如果买一个裸体 女性裸体的画回去 还没补币 老婆就以怀疑的眼光看到老公 什么意思 所以你发现没有 你觉得美国商业画廊恰恰裸体 对这种油画不好买 不好买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什么样的裸体的这种 那裸蓝可能好一点 也不行 因为如果家里主人是个蓝的话 他就不会买蓝裸体 除非他同性链 同性链也没问题 当然同性链也很正常 但是好像裸体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就像大家还不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 比如说一个画家他喜欢画动物 比如说画狗 但是我告诉你 一般养狗的人 北美很多人养狗 你们是不会买一张普通的画狗 要买就买周春牙绿狗色 那个是另外一个 那个意思是属于艺术品的范畴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不就画我家的狗 对 对 对 我干嘛买别人的狗 挂在我家里 我家里挂的必须是我的狗 你可以画我的狗 我可以请著名画家为我的狗画像 听说有很多那些富豪家里有养马的 还有画马的专门 马也是一个专业 专门画马的画家 我在这里也接触过 他们也是要求这个画家画的是我的马 我这个马可不一般的 对啊 名种或者 对 名种或者是都有一种关系的是吧 赢了这个奖的 对 当大家知道这个现象以后 我再指出另外一个现象 猫不需要 啊 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会画自己的猫 猫长得都一样 没有一个热爱猫的人 会找一张画我的猫的画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眼光中 你会觉得猫都一样 虽然狗也是一样 狗不一样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养狗的人的心态 和养猫的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们也去买艺术品的话 也去买的是狗的或者猫的作品的话 那么这个区别就出现了 我说这个准不准确我不知道 但是我 那要观众回复一下我们 看看杨老师这个判断 对不对 好像都是 这个说明商业画廊的原因 为什么我刚刚强了地狱性 比如说我有同学在欧洲 在河南 他画的油画在河南也很好 但是我看他的那些油画 在北美西亚看行不行 不行 反过来 他看了北美西海岸的 我的另外一些同学 所画的那些商业上很好的油画 他觉得 孰不可赖 而我这个同学在河南之所以成功 他画的其实就是镜物 大家知道镜物画是河南传统 而且他画的镜物 一看就是河南背景 然后他的镜物的油画的色调处理 就是欧洲趣味 比较沉着 这个比较沉着的 比较有色彩品味的这样的一个色调 在北美西海岸的普通人看来 他们的反应很简单 没有颜色的 颜色都不漂亮的 那么如何才能使颜色漂亮呢 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一定要画紫色 紫色非常重要 当然紫色话多了 我那个河南的同学就会说了 孰不可来 紫色是最熟悉的 颜色无罪 对啊 我讲的这个对不对 你们可以去印证吗 你们可以去印证 但是我估计我是对的 尤其是这个所谓紫色问题 你们去验尽一下西海岸的 普通商业画廊的 叫的很好的普通的风景画 普通的肖像画 你再琢磨一下紫色 而且我再告诉大家 这是我的艺术背景的决定的一个节目 我油画出身了 紫色掌握的好不好 是一个人画外光是否精彩的 重要的一个因素 紫色很难画 这个画是另外的画廊 所以呢 我这样说的是 就是讲 商业画廊反而是单调的 有单调性 是因为受众的毒 顶级画廊 他们需要做顶级艺术家 每个顶级艺术家都必须 每个顶级艺术家都必须有故事 至今为止我没看到一个 20世纪的顶级艺术家是没有故事 没有故事都要挖几个故事出来 挖不出来就创造几个出来 比如说毕萨索 他就必须是一个花花公子 他必须是这边才跟一个美丽的妇人 或者美丽的女人有染了 那边已经盯上另外一个女人 让我们精精的到于这些传说 还有这些跟毕萨索有过这种遭遇的女性 他们也会以这个为名来出回忆录啊 来回忆自己跟毕萨索的一个星期啊 一个晚上啊或者一个月啊 这都是故事 所以娱乐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这种故事 明星效应 没故事就没人理你了 但是普通的靠这种流畅的技巧 面对中产阶级的画家 他们需要名声吗 不需要名声 所以这是个标准 我在北美了解过 大致上就风景化而言 一个普通画廊 价格大概在一万五到两万美金 就很顶 顶得很高 这样的话 不需要艺术家的背景 完全靠某种技巧 如果再往上走怎么办呢 再往上跳一台就怎么办 就要靠名声 所以名声交换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的话可能只有两万美金 但是我要做到二十万怎么办呢 我觉得要做故事 必须要做宣传 当然你不要期望了 你的话已经很成功的在画廊 按照画廊的商业模式 已经花了两万美金了 然后你再跳二十万 这不可能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对艺术家来讲 你千万不要有机会主义的心态 中国可能有啊 但西方我觉得是没有的 一开始要想好你走什么路 这跟画马一样的 一个做商业画廊的 他除非另外开个画廊 不管是顶级画廊 还是忠诚画廊 还是商业画廊 实际上有一个领域 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 什么 除非你是专业会关注的 插图 其实插图很重要 插图连接上所呈现的风格的多样性 超出我们的想象 刚好跟商业画廊 构成强烈的对比 但我说的插图连接里面的 所有插图画家 他们也有一个商业能量 好 于是这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插图界需要很多风格 那是因为插图是为传播服务 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什么样的图像 什么样的内容 才能有好的传播效果 必须追求差异性 如果没有差异性 传播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能传播同样的东西 商业画廊里面的话 是同样的 传播不出来 但是既然是为传播服务的插图 他就必须有强烈的风格 做杂志的人 我就需要让这个杂志 跟别的杂志有强烈的区别 于是这个杂志的设计和插图 变得非常重要 畢竟寿终的面差很远 画廊寿终的面还是有限制 这个说明这两个领域 画廊是一个领域 插图界是一个领域 如果你对插图有兴趣了解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们看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 纽约克 纽约克从1925年创刊 我记得没创完应该是1925年了 他就是以漫画作为封面 以至于纽约克成了一个什么标志呢 所有在西方世界要获得重要地位的漫画家 他们的其中一个标志 就是为纽约克做封面的漫画展示 这个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两个领域告诉我们听 传播是要传播差异性 而普通商业画廊是不需要传播性 也不需要差异性 因为他们拿去不必 中产阶级买回去就是优美的痕迹 优美是一样的 全世界只要你是优美 只要你问我 哎呀美在哪里 我就知道你内心深处有一个范冰冰的影子在闪出 所以我们是不讨论美 美都是一样的 我们讨论是差异 这个也是普通人最不明白的地方吗 我们讨论艺术为什么不讨论美 美没什么好讨论美 我认为范冰冰的脸真的很美 当然不同种族有不同种族的看法 比如说八十年代 中期我还记得有个故事 就是美国一些导演第一次去中国 拍一些电影要找中国演员 然后人们惊讶的发现 怎么我们中国人觉得非常美呢 这个老外觉得一点都不美像个洋娃娃 我们认为老外选择的形象太奇怪了 他认为有个性 我不认为西方的认为邓丽君很美 我说的是演艺界 如果你们对电影很有兴趣的话 我作为一个做世界研究的人 我对电影很有兴趣 其中里面要注意一个 导演挑选演员的厉害 跟长相很有关系 跟长相很有关系 的确东方人就喜欢娃娃脸 大眼睛 为什么西方人不喜欢 这里面就有差别 所以我说美也是有差别 但是总体上美是有相当的共同性 而我们艺术 跟刚刚所说的风格一样 要能够传播就必须有差异 故事是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格是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不了解 比如说那个著名的美国 纽约涂鸦派的重要代表 巴斯奎尔 对不对 他的画为什么形成这么高奖 他没有经过训练的 他就是瞎画出来的 这头鸭嘛 连麦当纳都成为他的情 好好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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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对 他很有帮助 这就是做画廊 他要面对很实际的问题 他必须考虑得比艺术家更具体 做哪个层次 如何去寻找画家 如何去制造故事 那背后都涉及到你的受众 你的出口 你的出口是拍卖行的 你的出口是 纽约树河区的一个 顶级画廊的 或者说我们只是在温哥华的唐人街 搞一个商业画廊 挂几个相框 再配几张裸体 是不是考虑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画廊的差别 严格来讲 比所谓艺术家的差别量更明确 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先边所讲的 第一个定义 画廊是商业机构 商业是好事不是坏事 商业机构 那么在这个商业机构之下 其实我们就发现 20世纪的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反抗是有利的 反叛是有利的 因为只有反叛只有反抗 只有出众 超出常人的判断 你才有差异性 你的差异性才不能被颠覆 不能被淹没 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 传播的海洋当中 我们每天的信息多了一塌糊涂 对 过了就忘了 什么时候能记住啊 那些孤岛 孤岛就是差异性 当孤岛多了以后 我们又烦了 我们还在了解孤岛的形状 孤岛出来的方式 是吧 一定是这样 对对对对 而且我说这个还跟 严格来讲跟艺术没关系 跟传播有关系 所以今天是一个传播的事情 如果你听到这个希望 这两个传播 看到我们还是不全 是的 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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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对对对 intim